不到五坪的房子塞了超过20人 被害人遭到绑住手脚 一说话就会被殴打凌虐 台湾柬埔寨案囚禁61人 更造成三死悲剧 其中黄姓女死者遭到囚禁32天 导致腹积水消化到出血死亡 而另一名灵性死者被关押16天 又被墙喂毒导致猝死 两个人都被弃尸到桃园山区 我从发生到现在我没有受到去道歉 还原其实过程 当时夏董涂世宏跟查董陈华为 透过Telegram打电话给邱洪如 以57万的报酬要他帮忙处理尸体 其中6万元用来租车订旅馆买变装的衣服 邱洪如事发后十拿27万 但在庭上他却主张要以10万元交保 检察官考量主嫌难道尚未落网 加上共犯的证词不一致 法官裁定序押 检方强调诈骗集团泯灭人性 将求处无奇徒刑 而法务部也提出复合性犯罪 刑度再加重 诈骗集团为了取得人头账户 闹出人命 恐怕不是一句我认罪 就能够换来重获自由 静新闻赵艾姐和孟哲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